非入耳式蓝牙运动耳机 咱们开箱试玩一下 然后拆解 先看一下介绍 溜达 骑行 驾驶 办公 在家待着 开放式空气传导技术 蓝牙5.0 超长时间待机 长余9小时 播放时间 内置麦克风 轻量化设计 这是一个收纳袋 保修卡 说明书 上面有各种语言 Mac OSB的充电线 荧光贴纸 主角 弹力十足 贴好它的反光贴纸 简单看一下结构 上面的发声单元 可以大概旋转135度 发声单元的这里 有一个声孔 后面还有一个 多功能键 负责开机暂停播放 音量加减 实音孔 下面是它的充电口 Mac OSB 好玩吗 好玩 怎么都有多人来带的 这里的唱歌 那个也带的有多 这个也带的有多呢 都能带 玩玩小驴 感受就是配戴很舒适 声音够大 有更开阔的空间立体声 将中高低频声音呢 完美呈现耳边 比较自然 使用过程中呢 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 相对安全 和鼓传导耳机不同 鼓传导耳机呢 是密闭的 声场效果呢 无法完美体现 它更适合户外运动 瑜伽健身 学生网课 接下来咱们拆解 从这两张贴纸入手 下面果然有螺丝 这里呢 还有两颗 左耳这边呢 首先是一颗 非常大的聚合物电池 3.7V 200毫安时 0.74瓦时 出厂贴 202101 这个容量呢 在蓝牙耳机里 属实不小了 通过四条线 连接到右面 两条供电 两条音频 发声单元呢 通过两个倒钩 卡在上面 还有一颗钢珠 负责它的阻尼 没有螺丝了 那么它的发声单元呢 还是撬开的 加热一下 整个是浇水沾上的 洞圈式 扬声器 被浇封在里面了 扬声器拿下 看一下它的震膜 非常的柔软 里面呢 是女磁 磁力非常的强 咱们拆下电池 看右面 外观结构相同 所以快速拆解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主板了 断开左声道 断开电池正极 断开右声道 麦克风 看一下它的主板 充电口 三枚按键 背面 首先是一颗横旋的蓝牙音频模块 WT230 和小米蓝牙耳机 AI2 II的蓝牙音频模块相同 然后一颗精震 再往下是一颗 蔚蓝天空的音频放大器 它之所以能带动两颗大扬声器 就是靠这颗小芯片 这个模块呢 装到我的F0里应该不错 上次改的那个模块呢 没有麦克风 无法松画 右面呢 扬声器相同 只是比左边多了一颗麦克风 金灿灿的电容式麦克风 这面是它的实音口 我发现清理一下残胶 打上胶水呢 可以给它装回去 还能用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了解一下非入耳式耳机 如果你们有觉得好玩的电子产品呢 可以评论留言 我也感兴趣的话呢 一定会搞来拆解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树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树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树子 温树子